是在来宾 这个贵宾呢 也就是上次来到了三年全球才经营市 来聊这个美国的经济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在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年末的时间 要展望一下说 明年的投资标的到底有哪一些的标的 会比较令人觉得期待呢 我们就先从这个美国来看起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里头 持续的往上创高的同时 这一波的牛市整整走了五年之多 从2009年3月9号涨到今天为止 已经大转超过了1.5倍之下 在市场当中不断有声音 是表示说现在美股似乎呈现了一种 非理性繁荣 也就是之前这葛老葛林斯潘 是在1996年参会上面提出的一个名词 而现在股市里头 投机的气氛似乎比较浓 是没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如果有一个崩溃之下 将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崩跌 是一种非理性的繁荣 但现在美股在明年之下 有没有机会能够再继续 它的牛市之旅呢 这个蔡有讲 我个人觉得美国到目前为止 到今年的一个这个第三季 其实就是已经他们的今年的 快经年度已经是结束了 到了第四季了 现在到目前为止的S&P的指数 它最新的本益比 大概也是只有十五倍左右 是是相对偏低的嘛 其实还是相当的一个合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一来它这 所以从二零零九年以来 美国的一个企业的获利 其实它是逐年在往上成长 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企业体里面的现金库存部位 还是相当高 所以相当多的企业体 它在这段期间不断实施库藏股 那实施库藏股之后 就会让它的发行在外的流通的 这个股本不断的往下降 所以它每一股的一个 获利的水准就会往上升 相对的每一股获利往上升 那股价如果它涨幅 没有跟上来 它的本益比就不会大幅的往上升 所以相比较起来 美国的一个这个S&P的指数 虽然它是理创新高 从二零零九年到现在 大概已经超过四十次 四十个交易日式创下新高了 但现在本益比 其实大概只有十五倍多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台股最近一两年涨幅 最最大的有一家这个 纺织公司 一世代号一世七六的乳虹 你知道他今年的一股的EPS 大概是十块半到十一块之间 那他今天的收盘的收盘价 已经达到三百八十点五 也就是说他的本益比 大概是接近三十五倍 三十五倍 那请问一下 台股里头的三十五倍的本益比 跟美国的S&P的五百的 这些都是属于世界重型的一个 这个机油股 比较多的 这种公司 他只有十五倍的本益比 那美国股票 是不是已经接近泡沫 我想就数字的实际的一个 这个检验 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股市他这一波上涨 除了资金面行情确实是很重要 但是他整个企业体的一个 盈利的一个成长 库存现金部位还是相当高 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其实财务长现在看美国股市 还是看的相对是乐观一些些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看多美国股市 包括了巴菲特在内 他现在还是看多了美国股市 认为说还有机会能够涨 他的流跟你一样也是呈现说 本益比还是在相对的合理范围之内 但本益比这个东西 基本上还是有他的争议存在 大家认为说 你要去拿做比较的话 最好是同类的商品来做比较 可能会比较 能够看到他的真实性 在这个标普牌指数 现在十五倍左右 大陆股市呢 目前更低哦 只来到了九点六倍 这样子来看 同样都是股市嘛 一个是美国股市 一个是中国股市 那你这样的话 大陆股市不是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吗 美国是不是就相对偏高了呢 这样子 我想大陆股市里头 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国企股 那国企股里头 又有很多的他们的那个 那个工商银行 就是四大工商银行 他占的这个权重可能就很高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中国大陆这几年的房地产 政府部门是不断的想要 把他打压下去 但是一直都还没把他打压下去 所以整个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 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个举债的一个规模 事实上已经是相当惊人了 他的这个这个规模 事实上跟美国的二零零八年之前的 那个所谓的房地产的泡沫 金融海啸之前的情况 其实是相当雷同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他可能未来的一个潜在的潜在的风险 我想国际型的一个这个投资人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产业的结构的稳健度 还有跟美国的这个比较大的成熟型的工业国家比较起来 他两者还是有所取舍的 因为我们在看一家企业的一个这个本益比 其实不是只看单一个这个季度 或是单一个年度的这个财务数字而已 而是要看一个他的营运的一个轨迹 他的营运的轨迹是不是有经过长期的检验 如果他有办法经过长期的检验 那我们给他的一个这个本益比 就会是相对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如果是他是因为某一个某几个年度 他的获利突然是因为某一个产业 然后把他带来很高的这个这个获利进来 那他的本益比相对就不能这不能够太高 你举于台湾的例子也是很清楚的 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建设公司 事实上现在其实可能连五倍本益比都不到 像大家都知道像保固长虹 长虹其实还是算是一家很好的公司 那像远雄这些都是营造公司 你把它翻开来看 本益比事实上都不到十倍了 那为什么市场不还给他一个十倍以上的 一个这个本益比很显然的 就是因为大家对营造公司 可能因为他有一些会计账的入账的方法 或是因为产业景气的一个不动性 可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没办法给他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好 刚刚财务长是从这个本益比来看 目前这个美国股市似乎没有出现所谓的非理性繁荣 刚刚之前格老曾经说过 所谓的非理性反而是在于说 它的这个基础是不稳固的 没有这个经济基本面 这个礼拜五呢 这个美国要公布了非常重要的数字 是落在了失业率 有机会能够来到了7.1% 这样会创造是在海售后的新低表现 还是要请财务长 从这个经济基本面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股市 是不是真的还是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我想我透过一些比较宏观的经济数据来跟大家做报告 刚刚那个韦庭有给他提到的 这个礼拜要公布的失业率 我们这里有一张这个对照图 这张对照图是 道庄室跟这个非农业救援人口 每个月的非农业救援人口的增减变化 还有失业率的一个这个对照图 中间这个是非农业救援人口 然后下面就是失业率 最新的失业率 失业份失业率 已经从最高的 金融海啸之后的最高峰的 10左右 已经下到到7.3% 7.3% 那非农业救援人口 从2009年的10月 到今年的这个10月 已经整整有那个37个月 它是每个月都是增加的 总共增加了大概 660万的新增人口 那如果从2009年3月份起算 那时候事实上就 每个月非农业救援人口 就已经有开始转正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增加了大概720万的 非农业救援人口 就是总共有增加了720万的 新增的救援人口 到这个救援市场里头 那我推估大概是 每下降250万 250万可以下降 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 那我们刚刚讲了 他现在是7.3% 刚刚韦庭跟大家讲 7.1% 可能会到7.1% 所以按照这样子估算的话 要降到这个联准会的目标 6.5以下 我估算大概要到 2014年的8月份 那现在每个月的 非农业救援人口 大概要至少要保持 新增20万左右 所以最快的时间点 要降到6.5% 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从这个 失业率 或是救援市场的一个对照度 还有联准会的货币政策的 这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就是失业率要下降到6.5%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联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 之前 要紧收货币的可能性 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其实在好几个月以前 甚至半年以前 我就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这个情况没有改变之前 整个美国股票市场 很可能 它纵使中间有回档 它还是会维持回档之后 继续再往上走的 一个这个多头格局 除了这个就位市场之外 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个 两个最重要的一个 总体经济指标 就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喜欢用的 所谓的ISM的这个指数 ISM的这个指数 有分为制造业跟这个服务业 那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它的这个占GDP的这个比重 大概只有八个percent左右而已 现在服务业大概是占了九十二个percent 但是制造业的一个 这个景气的融合 其实又代表实质的经济的 这个好坏 因为实质经济如果不好的话 那服务业它就没办法 有太多的一个 没办法跟上来 那从这个美国的一个 这个两大指数来看 我们过去只要这个两大指数 ISM的两大指数 维持在稳定 维持在五十以上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刀共使 或是S&P 它基本上它还是会维持 多头循环 目前是没有改变 所以现在看起来 到十一月份 上个礼拜 跟这个礼拜公布出来的 那个十一月 十一月份的这个制造业指数 它其实已经高达了 五十七点三 五十七点三 这个已经是创下二零一一年 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峰了 然后那个服务业指数 十月份的服务业指数 是达到了五十五点四 它已经是 已经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十一月以来的一个 这个连续第三十四个月 高于百分之五十 高于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告诉大家 事实上美国的一个经济 从二零零九年一直到现在为止 不只就会市场持续改善 它整个实质的一个这个经济面 虽然付出这个速度 还是相当的缓慢 但其实它是相当稳定的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美国的股市 在这一波 纵使有出现回党 但是回党之后 再继续往上走的机会 其实还是相当高了 这个跟半年前 我来上伟庭的节目 也是跟大家报告 也是同样一个图 又拿出来跟你再重复一遍 目前总体经济面的指标 事实上到目前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补充跟大家做报告 每个礼拜会公布一次的 这个出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失业失业救济金人数 最新公布出来的 最最近的就是到了 11月23号的当周 它已经下降到只剩下 三十一万六千人 三十一万六千人 那四周的平均下降到三十三万七千五百人 这个都是从九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点 最低点 那从这个对照图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上面是刀救济室的这个指数 下面是每一周的出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 当刀救济室往下走 出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就往上走 然后让它持续的往下走 趋势往下走 刀救济室的一个这个指数 就持续的这个往下走 所以现在的这个四周的一众平均 已经从这个过去的 大概三十五万左右 已经下降到三十三万七千五百人 那单周已经下降到三十一万六千人 如果继续往这个三十万左右 单周继续往三十万左右靠近 那表示美国的就业市场 还是会持续持续好转 就会市场持续好转 就代表消费市场 它的消费力道就会持续延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的一个买盘 就会远远不绝 所以在FED在这段期间 他一定会卸尽所能的控制长期利率 不至于大五的往上扬升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你要更重要的要去注意 美国的十年级的政府公债 上个礼拜最新的收盘的一个 这个殖利率是在二点八 二点八 如果没有短期之内 没有再超过九月初的一个盘中的最高峰 三点零一个percent 如果没有越过那个 那个三点零一个波段的一个这个高点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 这个全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动向 还是会维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宽松 也就是说纵使中间会有一些 这个波折 但是整体的一个工业国家的一个 工业大国的这个股市 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多方的一个这个趋势的 刚刚这个财务长透露出两个字 让大家觉得非常玩味 中间会有一些波折 这个波折 大家其实应该都会蛮抓的 这个美国股市在高档 要波折下来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震荡 怎么来看 是不是跟QE要不要退场是有些关系性 你刚刚曾经说是在 二零明年的这个第一季要退场 几乎叫做微乎其微 你认为说可能到了二零一四年明年的八月份 才会有一些最新动作 是不是在明年八月份之前 美国股市要天天创新高 应该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 我们讲的这个八月份是 那个他的失业率可能在明年八月份 会下涨到六点五 到达他的门槛 对对对到达他的门槛 也就是说带到他的门槛之前 通常FED大概了不起 大概提早个一季左右会动作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那到了二零一四年的第二季 可能市场又会高度关注FED 也是我们的新任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 Janny Allen 这位的这个新任的联准会 首任的这个女主席 他可能到时候才会真正比较头痛 但是整个金融市场 可能又要被他捏紧神经 那在这个之前 他市场会持续关注 美国的总体经济的一个这个趋势 那美国总体经济趋势强 就会反映在殖利率的上升 弱殖利率就会下来 所以一般的这个投资者 其实你如果每天在锦丁的这个美股 相对的你也要把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专注力 要看一下美国政府公债的一个 质利率的一个方式方向 好如果说突破之前的前波高点3.01% 才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此刚才我讲他从三个这个地方来切 不管是在美国的ISM制造业景气 还是包括的是在失业率表现 甚至是在失业最近的人数呢 这个三大基本面来看 美国股市似乎没有任何泡沫或是非理性繁荣 我们的这个现象出现 但是反观咱们台北股市 是不是真的变成台北股市 是一种非理性繁荣 足迹总数公布了今年的GDP 九降风嘛 来到了1.74% 保二不成功之下呢 明年保三也是没忙啦 明年可能会来到了2.59%左右 今天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机构 预测说十年过后台湾 每年的GDP要保三 几乎都有些困难性 将能够是正式要挥复了 3%的这个时代 迈入了二字头开始 台湾的部分包括了经济表现 我们先从总金面来切 是不是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 中等收入的陷阱了 要跨过去有一点难度 这一方面我倒是比较忧虑 以台湾现在美人的国民所得 大概是两万块钱美金左右 那以美国三亿的人口 他现在的一个国民所得 大概是四万五四万六有了 应该在那个水准 那所以我们每年的一个这个GDP 如果用美金换算 大概只有四千六百万左右而已 那美国他已经老早就超过 十五兆美金了 那美国的一个这个明年的OECD 对他的一个最新的经济成长的预测 经济成长率预测多少 大家知道吗 二点九 二点九 那刚刚韦田跟大家报告的 主计总处预告我们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现在是二点五九 对 二点五九 是我们只有可能是两万块左右的一个GDP的 这个国民所得 在美国已经是我们两倍多了 他竟然还可以达到二点九 你就可以知道台湾的目前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相当危急的 那以今年的一个这个外销接单 虽然过去四个月是联系四个月的那个单月份的年增率是正的 但是一到十月份的年增率只有正成长 这还衰退零点三六 互零点三六 那今年的一到十月份的出口 一到十月份的出口 大概只有成长一个百分点左右而已 你就可以知道 辞职的经济其实还是相当的弱 所以从九月份 九月份到这个十月份 台股虽然有年细两个月的一个这个上涨 但是从这张这个表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了 一目了来可以看得到 九月份跟十月份的一个这个上涨 其实跟外资的恢复买超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关联度了 我们从九月份外资买超了一千两百零九亿 然后那个十月份又买超了七百四十六亿 到了那个十一月份外资开始转买 转买为卖 他其实只有卖了两百一十一亿 但是台股马上就就就就由上涨转为下跌 那今这个这个月到现在只有两个交易日 我们这个少了今天的这个交易日 今天大概又买超了十六亿 大概涨所以十二月大概买超了五十二亿 五十二亿但是大概也是小跌 到今天为止大概呈现小跌 我们这个是少了一天所以从这个表我们就可以知道 外资从第三季以来他事实上是主导台股涨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这一段期间其实跟我们的一个经济基本面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关联性 但是虽然有一些公司他还是在反映他的那个获利的一个销涨 我们不会否认他 但是毕竟这些可能很多部分都是属于比较中小型的公司 他没办法这个主导整个这个台股的一个这个大局 真正台股里头的这个全职公司 第一个你要当然要看台积电的一个这个股价涨跌 还有他的一个这个那个获利的一个销涨 再来可能就是要看红海红海 在接下来可能还要再看联发科大立光 或是可乘诸如此类的 那NB的这个族群大家都很清楚 NB的这个族群除了品牌业者的一个这个那个华硕 至少他的本益比现在还算是比较合理 但是很不幸的华硕最近两季的YOY的最后经历也是呈现一个小湖的副成长 那NB广达更不用讲的 最近几季都是都是副成长的 那我们过去的品牌业者 宏基其实更财务报表其实更难看了 所以整体来讲台湾的面临的一个这个电子代工的这个自信电子产业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走出低毛利率低营业利率的代工生产的这个模式 现在其实给台湾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升级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 讲到这里我跟大家报告 今年的一个NESTE到今年的这个十一月份 他已经正式正式跨过了四千点的一个关卡 也就是说代表NESTE到了今年的十一月份 他已经回复到了西元两千年两千年的九月份的一个这个水准 已经回到那个水准 那两千年的三月份的一个这个NESTE的指数 当时的盘中的最高有达到五千一百三十二点 五千一百三十二点 距离他最新的昨天的一个收盘指数 大概只剩下二十二个百分点 也就是告诉大家 美国的这个NESTE的这些过去 所谓的网络泡沫的这些科技公司 他经过了十年十几年的一个这个 这个奋斗的一个这个产业升级 他已经慢慢把网络 弄成变成一个实质的行销 有办法创造是利润 像亚马逊也是一样 他现在的股价从二零零九年到现在 已经涨了超过十倍了 也就是说过去的一个这个网络泡沫的 这些公司 这些族群已经慢慢形成支撑 美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族群 但是我们台湾还没办法完全走出 这个资信电子的一个代工 当我们的一个对岸不断的在这个崛起 然后我们的东北亚的一个竞争对手 不断的在掠夺我们的市场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相关的资信电子产业 还没办法做一个成功的一个升级 我想对台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比较忧心的 所以很显然的未来的一个2014年 可能非电子产业可能要逐渐扮演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角色地位 好在这个台湾电产业 替台北股市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现在陷入了一个品牌跟代工的困境之下 但是在高盛看到了明年台北股市 还是能够看到9200 如果不靠电子来带动 该靠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乐观 我们稍微回来 这是Jermyn Lin of the Houston Rockets and you're watching the NBA on my video my video行动NBA超过500场赛事 手机 平板 电脑都能看 超多林树豪赛事就在my video 想看NBA就看 my video 只要199起 立即搜寻my video行动NBA 最高点 变身后 不管是我们老外老都要出苦耐劳 你们没有功劳啊 也有苦劳啊 文某龙听我喘 活力发 有人生抽出意识 福君 这些发达的对天空 谢谢 谢谢 我好你感谢 白马 活力发 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小镇 152年历史建筑 中西河壁的文化与仪式 玫瑰是天主教徒 敬礼圣母玛利亚的岛文 引领人们看到独一无二的圣殿 圣诞星光开始亮起 11月30到12月25 2013万金圣诞季 玫瑰圣诞爱在万金蔓延 我希望人的心哪漂亮 酒就会漂亮 土地哪漂亮 酒就会清香 有年轮 有年轮 感动一世人 金门高粮酒 中文字幕称勇宜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称勇宜 中文字幕称勇宜 讲解 没有 無止境 開始 巡邏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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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級一瞬間不是不可能 買Mazda指定是樣 動力安全 免費升一級 或任選分期保險保固升級 直到月底哦 I have to show my way down 阿嬤,你先不要緊張啦 這樣危險嗎 阿嬤,你為什麼要跳樓 我怎麼要跳樓 我是要跳這條內褲 爪腳鬆,鬆 是你 自己的內褲,自己叫 自己的身體,自己叫 這位阿嬤,就是每天都喝喜多 我的腳手 身體勇敢 背館背館 我得怕 現在傳這罐,健康不用操縣 是吐吐 好,歡迎再度回到三明球財經 我們剛剛是聊到台北股市 今年高盛看了明年2014年 還是看得非常樂觀 看到了9200點 包括了瑞幸跟City的花旗 都還是看到了8700 台北股市現在希望能夠挑戰前波高點 8476點 剛才我想特別提到說台灣電子產業 似乎還是有些陣痛情要來期待 能夠向上的轉型 會經歷一個陣痛期 如果這一波不靠台股當中的電子股 難不成要靠傳產跟金融嗎 金融這一塊其實 因為兩岸的一個金融業務 到底能夠開放到哪 什麼樣程度 對,這個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增結點 我想金控公司的老闆 會比我們投資者還著急 確實他可以提供一些這個夢想在 因為台灣畢竟市場還是真的是太小 如果有辦法開放這一塊 那或許還有還有一波的機會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要 就是說競爭力比較強的那個金融 金控公司到底有哪些 可能還是有待時間來做考驗 好,最後還是要請這個財務長幫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既然今天是展望是在明年的這個經濟表現跟投資亮點 你自己本身來看在全球這麼多國家當中 哪一塊是你在明年最看好的投資亮點 我覺得如果是求起一個穩健的一個成長 第一首選還是北美市場 北美相對的會是比較穩定 那第二個就是歐洲地區的一個這個工業大國 尤其是德國英國或是這個義大利 義大利事實上他已經慢慢的這個走出這個歐債危機 那除了這三個比較大的國家之外 第二大經濟體法國 倒是我是比較保守來看待的 然後再來愛爾蘭跟西班牙這些 這些雖然他的這個經濟慢慢回穩 但是整個失業率的一個情況還是相對的比較高的 歐洲地區相對的會慢慢回穩 所以大家在做投資不及 除了你可能在這個股股權資產股票 如果覺得他漲太高不太敢買 可能在高收益債 高收益債的這個就是說 部件的部分的這些這些已經景氣慢慢 確實已經回穩了這些地區的這個高收益債 可能還還尚可行 那至於我們的一個對岸 倒是在今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他開放一個所謂的這個一胎化的解禁 我覺得從明年開始會進入 首先會從這個這個媽媽這一段 就是婦女的一個懷孕的用品 嬰兒用品 從大概從明年下半年才會慢慢出來 那台灣相關的產商就有很多了 像立英皇或是康納鄉這些做 這些做不知不得 都有可能會成為這個受益的這個族群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一胎化的政策的影響 中國大陸的高招就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政府可以不花一毛錢 就有辦法達到刺激內需消費的一個效果 只要講笑話就可以了 只要這個政府的一個政策開放 一年只要新增個幾百萬的這個新增而進來 那個過程的商機其實是就相當的一個龐大 所以台灣的相關的中概列股 明年的一個這個走遠點 重點還是在中國的內需市場 內需市場的相關的這個這個股票 中概股 或許明年有可能會有所表現的一個這個機會 至於東北亞的一個日本 整個總體經濟的一個這個數據 OECD對他的一個看法相對 雖然還是穩定 但是相對今年的一個比較高的成長 相對的相對的也會稍微趨緩一點 所以我們對他的股票漲高了 也是要提醒大家會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至於台股這一塊我覺得 還是要看這個國際的一個外資的一個這個動向 我在這裡再給大家補充一下 國內的一個後幣的一個這個這個總計數 M2跟M1B 它事實上在最近一個月的一個這個M2 還在創新高 雖然M1B有一點點下來 但是其實下來幅度還相當小 也就是說只要外資持續站在偏多的這一方 那台股其實要挑戰8476 事實上不是太困難了 好 只要有外資撐腰 台北股市還有機會能夠挑戰前波高點 8476點間結論 聽大家來參考囉 我是韋婷 也感謝郭公克財務長